Hello大家好,我是Yva 那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小东西Rtag 在4月30号线下首发的时候 我们去线下店买的 到现在已经使用了一个多周的时间 那我知道大家已经看了很多关于它的内容了 那还是希望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一周里面所做的测试,所做的体验 来帮助你更好的进行决策 这个小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们购买的是四枚装 线下可以第一时间拿到,但是不能刻字 而如果你想定制图案只能在线上来下单 不过时间会久一点 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防丢器 那Rtag的设计依然果味十足 白色的机身看上去很像一枚围棋棋子 那背部亮面基础材质,能当小镜子用 不过耐刮擦型一般,特别是金属面 很快就会出现划痕了 Rtag重量是11.1克 直径是31.7毫米左右 中心厚度是7.1毫米左右 放进钱包里是这个效果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鼓鼓的 它没有任何的接口支持IP67的防波键 那转动后盖就可以打开电视仓 采用一枚松下的CR2032扭扣电池 官方宣称 每天播放四次声音并进行一次精确查找 续航可以达到一年 那在正式使用Rtag之前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初次配对激活的过程 很简单 撕开保护膜通电 靠近iPhone就会有弹窗 那通过iCloud进行连接 然后给这枚Rtag取个名字就可以了 在这一周的体验中 我们尝试了很多Rtag的使用场景 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实用的 有一些则不那么实用 甚至是令人有些失望的体验 找电视遥控器 这可能是最适用的场景了 我们知道遥控器肯定在客厅 但就是找不到在哪 绑定一枚Rtag 打开查找APP指向定位 或者不放声音 那就算遥控器掉进沙发缝里 也是很快能找到的 找钥匙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特别是对于车钥匙来说 如果丢了配一把还挺贵的 找钱包 跟找钥匙同理 那对于体积更大的手提包或者背包 平时在家里不会找不见 其实更多的作用还是防丢 那如果你不幸丢失 可以启用丢失模式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被人捡到之后呢 对方是可以通过NFC读取到的 当然他的前提是 捡到你包的是个好心人 如果他根本就不想还给你 他可能直接就把这个Rtag给丢掉 或者把电池抠下来 那你就彻底没有办法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把它放到包里 你是会把它挂在包外面 更容易被人看到 还是说把它藏到包里面 在丢失的时候来更好的追踪呢 那在其中呢 还有不太适用的场景 我们尝试的第一个是停车场找车 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结论 没系 因为超宽频定位的距离 大概只有二三十米 那再加上车体的遮挡 等搜到Rtag信号的时候 我们早就看见车在哪了 而至于找人 或者说防止意外跟踪 那根据苹果官网描述呢 如果别人将Rtag放在你身上 你的iPhone会发现它并收到提醒 或者播放声音 给你知道它的存在 不过在我们的模拟测试中 防跟踪机制的激活时间并不确定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 发现被别人放入的Rtag 而找狗狗可能会是更适用的场景 虽然狗狗一直在移动 但考虑到城市里的 Apple设备密度较大 而如果真跑丢了 有个定位信息 总比漫无目的的搜接更靠谱一些 那通过以上的测试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总结它的两个试用规律 第一个是它非常适合在这种小场景里面 帮你找看不见的小东西 比如说遥控器 前包钥匙等等 第二个呢 是在更大的范围里面 它其实可以远距离定位 但是它缺乏聚焦到超宽频信号距离的中间过程 那比如说我在停车场找车 我可以知道它大概在停车场的一个范围 但是我没有办法精确的定位到超宽频的信号范围 那如果等进入到了时候 我也基本上人眼可以看到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什么是超宽频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科普时间 在RTAC的金属片上呢 应有两个英文词组 Bluetooth LE和Ultra Wideband 那低功耗蓝牙和超宽频 这就是RTAC进行通讯的两种技术方式了 超宽频这个词 其实我们之前在U1芯片上听过 那对RTAC就是借助超宽频技术 以及搭载U1芯片的iPhone 实现指向性的净准定位 而低功耗蓝牙的作用呢 在于连接查找网络 而这个网络是由成千上万的Apple设备组成的 比如说iPhone iPad Mac 当这些设备经过RTAC的时候 会上传它的位置到iCloud 这样你就能再查找App看到了 所以这也是RTAC难以为友商模仿的地方 因为其他人没有如此庞大的设备网络基础 所以呢对于这个小东西来说 它本身的确是有技术含量在的 也验证了这个iF强大的这个生态 但是呢 在实际的使用体验的过程当中 除了找人的过程中 让我有点点新鲜感 但其实其他的场景当中 我觉得还是一般般 因为如果不是用来测试 为了给大家更多场景的测试 可能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它不会这么频繁的被用到 那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 它应该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件 或者说是装饰品 只有在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才会点开查找App来寻找它 那229元一枚或者779元4枚 其实都不便宜 官方配件更是比RTAC还贵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已经买了 可以考虑下便宜的第三方配件 我们百物小店呢 现在已经上架RTAC各种套道 目前正在进行买一送一的活动 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 广告结束回到主题啊 那由于现在超宽品的定位范围 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会导致说RTAC可能没有 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实用 但如果你买来玩一玩 这个价格你也觉得OK 那是可以买来尝鲜当个小玩意儿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想要购买它 或者说你看完这期视频 是种草了还是拔草了呢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留言互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小小的RTAC的体验 那后期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 别的精彩视频 一定要记得小手点点关注啊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